燕燕 燕燕 大嵐哥哥 你回來了 你還知道的我呀 看你平時膽子那麼大 效果怎麼樣了 他呀 他被你爹抓起來了 還有 你犯下的死罪 他替你頂了 剛才真是嚇到我了 我還以為這次死罪難逃了呢 那密函呢 主神有沒有看到 斯文宰相看過密函了 不過說來也怪 那份密函中 尚未提及你們肖家之事 倒是你呀 這回 知道錯了吧 剛才真是好險 之前就聽說主上酗酒無毒 昏潰暴凌 今天我可是親眼見識到了 真是又可怕又可憎 好了 不用怕了 以後 我都會在你身邊 你知道方才我有多擔心你嗎 我以為自己要失去你了 那 你是緊張我了 是 之前 我從未這麼緊張過 方才 我就像個傻子一樣 現在才意識到 你在我心裡是多重要 那你不喜歡李絲對不對 我與她是視角 除此之外 別無瓜葛 你是沒什麼 可人家有什麼 好了 就算人有意 我無心 好嗎 小粗壇子 快走吧 走 你知不知道剛才可危險了 我就對著他們說 膽敢之一國一 不想活了嗎 然後他們就洽得把我給放走了 他們還這麼看著我 德昂哥哥 你 你是覺得我在自吹自擂嗎 不過我大姐也經常這麼說我 如果發生事情呢 首先先要檢討自己哪裡做得不夠好 而不是得以自己的運氣好 不 燕燕 你今日啊 做得非常棒 而且 你要一直這樣下去才好 真的 那當然了 你知道你今日所為 救了多少人 我今天救了很多人嗎 這個蕭谷 蠱惑主聖 害得幽州百姓家破人亡 你今日 一舉就能鎮除 救了幽州百姓 你知道我要多感激你嗎 德昂哥哥 我從來都沒有見過你這麼看著我 我不但沒有見過你這麼看著我 我都從沒見過你這麼看著別人 那 我是不是可以認為 你喜歡上我了 真的 今日的你 真的好美 我真的很美嗎 那當然吧 只不過 我擔心喜歡上你之後 我會有更多的跑不下 什麼 沒事吧 你看那兒 有夕陽 我們一塊跑上去好不好 看看在太陽落身之前 我們能不能跑到那個頂上 然後 我想看看太陽落身的樣子 好啊 那還愣著幹嘛 跑啊 德昂哥哥 不要丟下我 燕燕 我這一輩子都不會丟下你的 快來啊 快來啊 別讓哥哥 別讓哥哥等我一下 來 你看這兒有字啊 燕 雲 臺 不錯 這裡便是燕雲臺了 那 這裡是什麼時候見的呀 據說石敬堂 限了整個幽雲十六洲之後 便有了這裡 好像是 太宗皇帝 為了南征之事所造的 還有民間傳言說 是幽雲十六洲的百姓 為了守望南方見的 為什麼要守望南方 希望南方有盛主出來吧 燕燕 你看 與其期待著別人去拯救 不如我們自己一點點的努力 去改變現在的狀況 真希望有一天 他們可以早日言和 讓這些百姓 不再受征戰之苦 會有那麼一天的 倒是你呀 以後 能不能不要一個人 再去冒那樣的險了 你知道我有多擔心你嗎 那我遇到的事情 總不能退讓 和躲避吧 不是讓你躲避退讓 而是以後 無論發生任何事情 我都會與你並肩 你以後 不要一個人再去支持冒險了 知道了 你都已經叮嘱過很多遍了 我呀 必須一直這樣子 叮嘱你 你還欠我一件事情啊 你可不許忘了 記得啊 說吧 你這小腦子裡面 又想到什麼鬼主意了 你以前跟我說 你們韓家的職責 就是要守護這幼雲十六周 所以 我可不可以 跟你一起守護啊 燕燕 我不希望你去纏合這些 你本應過著 無憂無慮的生活 可是你看這兒的百姓 只要一心尚存 就有勇氣和希望 繼續生活下去 就可以重拾信心 以前我真的聽不懂 但我現在 終於明白 你說的守護是什麼 所以我想陪你一起 護百姓 一方安寧 你真的有別於 其他的姑娘演演 但是你看啊 在這片土地上 我們都只是過客 只有在有限的時間裡面 去做一些 能夠利於百姓的事情 那 你是答應了嗎 是啊 我答應你 以後 就像現在這樣 我們兩個長長久久的 在一起 好啊 那我也答應你啊 你答應我什麼 我答應和你 我們 長長久久的在一起 那從即刻起 我們就悲歡與共 福禍相依 你可不許跑啊 我才不會跑呢 我可要賴著你的 你賴著我幹嘛 我又不會躲 來 我送你一樣東西 這不是我的嗎 這不是我的嗎 正是 我來替你戴什麼 你會嗎 沒戴過 但是 我希望以後一輩子 都能由我來為你戴耳環 你心中 真好看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